老板 今天我要吃霸王餐 我拿一套餐饮高手的 营销模式跟你换 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我没病 我叫卧龙 他我徒弟叫凤厨 我俩给你一套营销方案 你看你这么大的店 客人都不超过五桌 一分钟学会了 以后上周率超过90% 凤厨忙不赢 前排站不赢 你钱数不赢 你们俩自己 有没有病啊 赶紧的 我跟你讲 不管用的话 我们俩把十桌的消费都买单 钱买掉 你也没客人呢 如果管用 我们就吃一顿嘛 好吧 吃一顿嘛 来 首先第一招 叫什么 卫龙在天 引蛇猪洞 不好意思 现在没有客人过来 我们要完成引流拓客环节 天气不好 对不对 我们更要给顾客无法说服的理由 打出一个活动 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不管晴天雨天 我的火锅都在你心间 比如说晴天你过来吃火锅 我就送你一盘毛肚 阴天我就送你一盘鸡肉 还有一个暴雨天就送一盘什么 羊肉 羊肉你亏吗 你是不亏的 一盘羊肉顶多二两到三两 你亏什么 都快过期了还卖不出去 现在 那么锅底赚不赚钱呢 酒水赚不赚钱呢 其他菜品赚不赚钱呢 都是赚钱的 明白了吧 还不够 因为不一定会有人喂一盘肉而折腰 但只要他来了 我就有办法让他回头十次甚至二十次 这个就是第二招 叫做 嗯 抗龙有悔 哎 他懂了 抗龙有悔 你是顾客吗 你这桌消费如果说是三百八 我就给你划掉零头 三百块给你 好吧 不管你消费多少 我都给你抹零头 愿意吗 我愿意 你看 你愿不愿意 你有点为难对吧 你看三百八抹掉八十 不是真的抹 这八十块钱 我给他兑换成十六瓶啤酒 每次过来零两瓶 是不是等于也是抹零头呢 明白了没有 但是他永远会记得这里有他的酒 你愿意吧 以后你来几个朋友 我都送几瓶酒 行不行 你带十个过来 我送十瓶 好吧 光喝酒 会吃菜吗 会 是不是又赚钱了呀 你买了没有 又复购又赚钱了 又索客了 而且我们再玩一个游戏 单手抓啤酒 一个正常人顶多抓三瓶 消费买两百抓一次 三百抓两次 四百抓三次 你自己设计 通过一个单品的啤酒 我们无限的索客 无限的裂变 那从顾客的角度来讲的话 去哪吃火锅不是吃火锅 你这里还有酒 好像是 最后一招 更厉害 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 让你这个店飞起来 你现在有饮流 有索客 有复购了 你需不希望在淡季的时间 也有旺季的消费呢 肯定希望啊 对吧 上午11点 下午4点 有人吗 没有 没人 把这个时间段的客人给你全部拉满 怎么拉满呢 你看哦 11点到下午4点 以后只要这个时间段来的 全场七折 也卖不掉啊 现在那人就会过来 铝羊毛了 对不对 铝羊毛还不够 我要让铝羊毛的人也要能正常消费 只要是这个时间段来的人 我就给他领取一张价值400的代金券 但是这个时间段不能用 要晚上使用 消费买200 第三层 明白了 最后一招 把这些活动模式也好 通过短视频的手段拍上去 你看长这么好看 肯定很多人看啦 而且的话 不要自己傻傻的发 让顾客也帮你去发 设定奖励机制 顾客帮你发一条 如果曝光超过5000的话 你就送他礼品 送他抽奖 都可以 明白了没有 一传十四传败 百传千千传万 我叫沃龙关注一下我 到时候我的视频里面 每一条都有教学怎么发 好的 好的 那多点点菜 免单吧 来来来 听着赞免小鸣 哈哈